兄弟们 这一期视频来的有点晚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们都想看苹果灵动岛系列的组装视频 这期视频咱们就把成本降一降 预算年轻133元 在华强北水货市场自己购买14pro系列的原装拆机配件 看一下在这个预算之内能组装一台什么样期货的14pro灵动岛系列呢 话不多说 咱们重点看视频 手机壳 我们选的是14pro系列的原装拆机壳 橙色小花 成本150 手机屏幕 我们选的是14pro系列的原装拆机屏幕 屏幕有显示瑕疵 瑕疵比较大 成本350 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下14pro目前的一个行情价格 14pro原装拆机全好评 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行情价大概在1700左右 市面上国品价格在700到1000块钱左右都有 像14pro系列的拆机瑕疵屏幕 目前根据瑕疵大小 价格不等 手机主板 我们选的是14pro的尾板无锁 128G 无面容主板 成本980 14pro的原装拆机前摄 成本80 14pro的原装拆机后置相组 足修 成本280 14pro的原装拆机电池 成本50 14pro的原装拆机微插排线 成本80 14pro的原装拆机wifi排线 成本17 14pro的原装拆机灯光排线 成本13 14pro的原拆前听筒 成本15 14pro的拆机扬声器 成本38 14pro的拆机震动模组 成本13 天线成本8块 原装拆机后无线充排线加静音键 成本27 14pro屏幕感光排线 成本12 小黑螺丝等一共10块 以上这些就是14pro 原装拆机推荐 成本15pro的原装拆机推荐 接下来不要眨眼 咱们装机 手机我们已经带大家装完了 先带大家看一下装好以后的整体外弯 跟原机二手机不长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开机测试一下功能 手机已经开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具体功能 这个是原装瑕疵屏幕 屏幕上面有一个漏夜点 原屏是有灵动导的 我们来看一下灵动导的功能显示 我们顺便测试一下手机的听筒跟扬声器功能正常 测试一下边键 静音键 正常 我们再测试一下手机的屏幕触摸 像这种瑕疵屏 瑕疵对影响触摸 触摸完美 阻断触 测试一下手机的相图 一倍 零点五 二倍 三倍 功能正常 手机的指南针正常 水平仪正常 这个手机的面容解锁功能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其他功能是正常的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所有伴们非常关注的话题 灵动导的信息 我们下载了一张库谷音乐 点开库谷音乐 我们逼逼播放一首歌曲 最初主界面 这里就是灵动导的显示界面 我们点击可以直接进入 好了 机器功能带大家简单看完 机器的推荐成本跟组装视频的过程 带大家看完了 整机计划再带大家回顾一下 每版无锁14pro 128g 如面容解锁功能 屏幕有显示价次 其他全原权配件 功能正常 以上这些计划 我们用到的实际成本是2133元 这里我解释一下 这个计划这个成本 是小伙伴们自己来华江北水湖市场 需要用到的成本价格 其中不包含小伙伴们的时间精力跟装机成本 如果小伙伴们对配件要求更高 那自然成本也是水涨残光 如果有需要带产部分配件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联系我帮忙带人 视频看到这里 跟你连你以为的组装机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再告诉你 现实生活中上述同等激化的14pro 原装二主机的行情也就在2500到2800左右 这样对比下来 预算不够的小伙伴们想上零动岛 买配件装机这条方案 不是明智之谜 视频最后 老魏给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分享一点 如果你对视频里面的配件装机感兴趣 想自己尝试 一定要满足以下三个要求 第一个能看懂我前几期视频 并且能接受视频里 类似激况对应的成本价格 第二点 你对数码知识要有一定基础了解 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动数能力 第三点 你要有可靠的配件购买者 不然你花费的成本代价会很高 还有一个证据 那些动过买组装机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看完 如果你遇到那些商家或者所谓的厂家 告诉你2000块钱左右 能买到14pro或者是15pro 全新配件的组装机 那99%不实现 不理解这个的 可以点我主页看前期有个获得付款的事情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关注 小金带你转转性价格